这天怎么又变了 这天怎么又变了 太邪门了 简直到你的矩目 明天死了 将啊 年人很多日子 阿宅 大宅 本来不好 阿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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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火 来 如何 要是再多一一寸 就是咱们神仙都救不了的 他这次精元损耗太大了 怕是要折瘦喽 他若是点燃灵灯 生命只在朝夕 折不折瘦的 听起来像个笑话 现如今他知道了你是灵灯的灯心 他到时候就未必想点你了 我倒是希望 他知晓我是灵心之后 能阔绝一些 为什么 同生 共死 我们都不怕 唯独怕的是 他为了我的生死 放弃自己的夙愿已痴连 最终生活在痛苦之中啊 好 好 九月 你不觉得方才的火山十分蹊跷 确有蹊跷 火山 妖王 今天 今天的灾祸 我是当下了 以后 以后的灾祸 师父 当不了了 不 不 不师父 不 以后 你要 离他远一点 他 收好 灵灯 证明 就是你 自己的了 未来的灾祸 究竟是什么呀 你是不是想到什么了 那门妖王不会轻易生死 这把他还有什么别的目的 怎么啦 怎么了 很疼吗 川儿 你是不是什么 为了救我 你 不惜用刀子 插向自己的心脏 你不要命了吗 不点灵灯了吗 还是 你现在为了我 不敢面对点下灵灯的那一刻了 好 以后这种事儿 就交给我来做吧 出品了 你不敢了吗 你不敢了吗 我 诶 肚子 你怎么办 我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来 这里很安全 你们就好好休息吧 我已让人知会相取山 左相不久就会前来 与你们会合 多谢二皇子殿下 我们都是同生共死的好朋友 不用这么客气 来人呢 多拿几个炭火过来 诺 我已经让下人们 给你们准备了药育 你们好生谢谢 多谢二皇子殿下 阿全 不要管我 不要管我 我一定会把你救出去的 刚刚二皇子还有 这种最好的药育 难道她是骊国的公主啊 我也听说了 原本和二皇子有婚约的 就是她 你们搞错了 她才不是帝女呢 一个万国的公主而已 怎么配得上我们天元国的皇子呢 我刚刚还听说了 大皇子刚刚准备昭告天下 娶她为妻呢 那大皇子娶她为妻了吗 还不是舔着脸 呆在我们淋浴城 快快 醒了 怎么样 别动 山口裂了 我帮你涂药 我们还活着 是啊 是你救了大家 那妖怪跌下了火山 我们都活下来了 还拿回了灵灯 小白呢 怎么不见他人 那 你看 小白不是在这儿吗 小白消耗了太多的心力 睡着了 那你也知道的 她平日里最喜欢睡觉了 我们不要吵醒她 让她 好好休息 好